是八小时 古印度的一时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 二时是八小时 每一天天八小时 佛教传到中国来 祖师大的也是用这个方法 就跟学校天天上课 这么长的时间 讯息才产生效果 把我们的烦恼扶住 逐渐逐渐从扶住再把它化解了 这就产生效果了 单单扶住不能化解 那个功夫是有限的 英语里面常讲 忍耐是有限度的 用定 压服自己的烦恼 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们注意想想 四场把定 那个定功不错了 飞翔飞翔天人的定功 能够支持八万大戒 那个八万大戒是有限度的 八万大戒到了 忍不住了 烦恼又起先行了 这就又堆落下去了 所以告诉你 忍耐是有限度的 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呢 先忍耐 然后化解 什么化解 智慧 智慧把你的烦恼 把你错误的思想 见解 化解了 那就成功 那么由此可知 不开智慧 怎么行呢 我们中下根性的人 开智慧 唯有读诵 听伐念佛 这三点 一样都不能够缺少 时间越长越好 黎沐元君思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越再给我建议 我们一定要办法修院 要培养洪法人才 洪法人才绝不是短时期能养成的 现在我们学习期间预定是七年 七年专学一部经 一生当中 专红一部经 希望它能够产生到良好的效果